好這個影片就簡單的來講一下使用MySQL要怎麼樣去連線資料庫的一個設定方式 因為其實也蠻多人在問的 我這邊就簡單的講一下 那我這邊會使用Database First的方式來做設定自販 那一些講過的觀念這邊就不提了 可以到前面的Database First的章節去看 那基本上觀念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就著重在講說如何設定這樣子 那首先的話我們一定要是安裝這兩個套件 好那我們首先就先來安裝套件 一樣打開這一個套件安裝了這一個 然後第一個基本上不一樣的一般就在這裡 我們之前是安裝Seql Server的套件 那這邊我們就改安裝MySQL 也就是說你用MySQL的話 你就不用安裝那個Seql Server的套件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安裝起來 那另外一個Tools我們一樣要安裝 因為這個是為了一個工具 產生對應的類別資料庫物件的一個工具 這個在MySQL這邊使用也是要安裝的 我們需要靠它來產生我們的這一個相關的資料庫物件 跟類別的這個資料表類別的這個檔案 那這兩個都裝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下指令了 那至於一些指令的參數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去前面看 Database First那一節去看就好 我們這邊就直接下指令 那這個指令就是你買Seql的這個連線自串 那這邊是Database First 所以你的這個資料庫 跟你的使用者帳號密碼要先設定好 那這邊我一樣是連本機的買Seql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邊之前用的是Seql Server的那個套件名稱 我們可以看一下套件其實是有個名稱的 那這邊就是把它改成買Seql的這個套件名稱 就是說我要用這個這個套件去產生相關的這個對應的類別檔 那後面參數一樣可以下 因為這個指令是Tools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Enter 好那基本上出現成功沒有什麼錯誤信息 就代表說應該是成功的從你這個買Seql的地方 給建立對應的資料表過來 那我們看一下 我今天這邊買Seql我只建立一個 示範用的資料表news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一樣跟Seql Server的時候一樣 這邊會多一個models 然後建立好你的資料庫物件跟資料表 那我這邊只建立一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的話就會有這一個 我在買Seql建立的對應的這個欄位名稱都在這邊建立好了 好那接著我們就一樣要到這個參數設定檔的位置 這個地方加上我們資料庫的連線自串 那接著的話 一樣要來這邊設定這個依賴注入 注入我們買Seql資料庫 那這邊跟Seql Server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本來這邊是UseSeql Server 那我們用買Seql這邊就變成Use買Seql 就這樣子 那基本上其他設定都是一樣的 好那到這邊其實我們一些相關的設定就告一個段落了我們就來 試著看看能不能從我們買Seql取出這個資料 那這邊一樣我們先加入一個項目 然後項目會是一個API的控制器 那一樣取名叫NewsController 那接著依賴注入 我們這個動作就依賴注入了我們買Seql的物件 那取得依賴注入的物件也是跟Seql Server的取法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一樣現在全域宣告一個我們對應的資料庫物件 然後因為我們有注入了所以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取得注入的物件 然後等於過來就可以使用了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取出News裡面的資料了 一樣我們用第一個來做示範 寫法基本上都一樣 連我們要News 那這邊回傳當然也是News 我們改一下應該程式就沒有錯誤了 好 那基本上取資料 就到這邊就應該是寫完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能不能成功的取出我們買Seql裡面的資料 那我們一樣按下啟動不增錯就好了 好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我買Seql的 我先已經在買Seql那邊新增了三筆資料 那三筆資料都完整的被取出來 代表說我們這一次的設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其實買Seql跟Seql Server 因為兩個都是關聯式資料庫 那所以說設定上基本上就只是把Seql Server的一些套件 跟一些字眼換成買Seql 那其他之後的用法都一樣 設定上可能字眼變了 然後但是之後的用法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那所以說今天的這一個買Seql的資料庫連線設定示範就很簡單的交到這邊 謝謝收看